元旦连续假情进入尾声 许多游客和民众要陆续返家或者是返回工作岗位 当然少不了要带走当地的伴手礼 而因为苏花改道路通车还有花东零确诊 相对的吸引了很多民众来花莲台东旅游 为不少民产业者带来劝炒 2020年笼架在新冠疫情阴影下 不少民众无法出国 但透过苏花改的通车 仍吸引不少民众来到零确诊的花莲旅游 而元旦连假进入尾声 不少民众会在返乡前购买当地伴手礼 花莲民产业者就表示 虽然疫情影响 但因为国人多选择在岛内 加上花莲好山好水好空气 元旦连假业绩其实还是有正向的成长 今年的元旦年假 其实生意比往年都好 我觉得算好一些 生意大概好个两成有 因为交通比较方便了 大家想出来玩就出来玩 那特别我讲本来想要出国的人 以前能出国的人表示 他有很多假期可以安排 那当然他现在就可以在 平常日任何时间都安排来花莲旅游 毕竟花莲真的是好山好水好空气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花莲反而观光旅游有点得力了 今年的话明显的有比往年还多 因为刚好有碰到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往花东来旅游 那今年的买气真的是人山人海 去年的话因为刚好今年有碰到廉价的关系 所以人潮真的是成长很多 昨天 昨天的买气最好 人潮最多 业者表示 往年消费的尖锋都明显出现在晚上时段 但自从苏花改通车后 白天和晚上的消费人潮 则有平均分布的趋势 业者表示 虽然疫情让不少民众却步 人潮不一定等于前潮 但还是有不少民众愿意大手笔报复性消费 包含蒸汽马鼠 阿美马鼠 杜伦先生等店 都还是有感受到廉价带来的买气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 阿美马鼠